我们从认识到现在快20年了 一直过着AA制的生活 我非常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很多钱不是我不花 而是不需要斤斤计较 我从生孩子之前做手术 到有了孩子的任何花费 想让他出钱真的比登天还难 因为我习惯了很多钱 都是两人平分来花的日子 我攒了钱 也并没有去做什么挥霍掉 不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现在我们生活中还要公共来补贴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 这样的日子我不想再继续了 有请对夫妻 有请 何先生42岁来自四川自由职业 有请 曾女士38岁来自四川职员 有请 欢迎老妹 今天是妻子要来的 对吧 对 结婚多少年了 结婚12年了 在一起快18年了 什么时候就认识了 2006年 我还在上大学 她已经毕业了 你还在读大学的时候认识她 谈了六年恋爱 对 然后结的婚 对 结婚已经12年了 是什么促使你要来的呢 这么多年时间以来 不知道她存钱的目的是什么 不愿意为我和孩子花钱 我觉得特别委屈 那你们家这个经济状态是个什么状态 AA字嘛 那怎么AA呢 就是我想买什么东西就我给钱 然后她想买什么东西就她给钱 然后孩子的话 就是我带出去玩就我给钱 然后她带出去她给钱 哎呀 这个婚姻很奇怪啊 像产检啊 生娃啊乱七八糟 这钱算谁的 你们怎么界定的 我们是2011年结的婚嘛 然后结了婚我就想要小孩 我知道我自己身体有问题 然后就一直怀不上 我就在我们那个区上的医院检查 她就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的身体问题 她就不管不问 我就很着急了 应该快两年了吧 然后我就网上查了一下 找了一家失灵医院 我就去医院 那家医院检查 然后结果就说要动手术 就说我这个左边输卵管 是完全堵舍 右边的话就是不知道什么情况 要动手术才知道 我听到要动手术了 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就说你到这家医院来一下 我要动个手术要你签字 然后她就来了 然后字也签了 但是她特别生气 我想得到的是她的关心 但她不仅不关心我 然后住了一个星期的院 回去以后住院的那个费用 她也不愿意承担 我想的是我为了生孩子 对吧 这毕竟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承担 我嫁给你 你应该有一个做丈夫的责任 你至少该承担一半吧 然后我就非常地生气 就是我公公出来 他就说反正你们都是 自己用自己的钱 那这个钱就让他承担一半 就一人一半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这是为啥 你不想要孩子 不是 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我们两个 可能沟通 可能有存在一些问题 因为从我们结婚 我老婆 可能他女性嘛 可能那些生理期 他有些可能他也不舒服 作为男同胞 我也不是很清楚 这些问题 然后的话 反正我知道他经常去医院看病 或者去一些诊所 就是抓药那些东西 病都看完了 人都手术完了 怎么还跟人算起 不AA的事呢 为啥 当时也不是说不出钱 主要是他有些事 他自己就 就不跟你商量 比如去哪里检查 去哪里做手术 我都不知道 他不跟你商量 所以我其实生气是在这个地方 生理期的一些问题 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呢 我给他说过呀 我说我每个月 我每个月排卵期 我的两侧肚子就会痛 我给他说 但是他反正就是 我以为 做不出来他那种感觉吧 就是 我不懂 他就打着不懂的旗号 装傻子 那这个生娃呢 生娃谁出的钱 也是 我动了手术以后 三个月我就怀上了嘛 很顺利 然后残检 我就开始问他 要钱 我就说你也要承担一点 然后他就一句话 就把我弹塞过去了 他说 你有生育保险 你以后可以报销 然后完了 完了这事 我就 我又不知道怎么怼回去 就我自己承担了 残检花了 有六千多吧 生孩子六千多 完了 报销下来的话 是不到八千块 我也没有找他要 报了八千 还贴了四千是吧 对 那那四千块钱 怎么不AA呢 我就是叫这个劲 你知道吗 来 你说 你说 其实这个事情 已经比较久远了 那个说实话 当时有没有 就是帮忙承担一点 都记不清楚了 你用的是帮忙承担一点 不是 哇呀 你们这个厉害了 你看 你行 佩服 佩服 那有了娃之后呢 有了娃之后 我就带了一年的孩子 没有上班 然后没上班这一年 他也没有给过我钱 我就在娘家的时候 就吃娘家 在婆家的时候 就吃公共 然后孩子一岁以后 我就去上班了 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情况 我也特别了解他 不是你钱呢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 其实 包括 结婚前 包括有孩子之后 我们其实 两个人是在跟父母 住在一块的 其实生活上的 一些花销的话 我们基本上没有 家用都是靠爸妈 自己挣钱 就零花 是吧 行 你可以 然后呢 孩子一岁以后 我就去上班了 然后一岁以后 孩子花销就大了嘛 买奶粉啊 尿布那些 我就找他 要他承担一点嘛 他当时就给我一句话 他说 现在这些都是小钱呢 以后孩子散学了 然后那些大头 都等着我呢 然后我为了 不跟他吵架嘛 我也就自己承担了 我不否认说 奶粉他买过一部分 但是不多 没有我买得多 然后尿布他没买过 衣服他没买过 奶瓶那些什么 水杯那些 他都没买 就奶粉 米粉他买过 行 孩子大了吧 对 是得上幼儿园了吧 对 得上小学了吧 三岁的时候 上幼儿园 然后一学期 学费大概是三千多嘛 可能要让他一次性 拿三千多出来 可能他也有点心痛嘛 然后他就说 这难道就是我 何家的孩子 不是你真家的孩子呀 咱俩一人一半平摊 又为了不跟他吵架 然后我又接受了平摊 你不是说孩子上学要用钱 给人攒钱的吗 那钱呢 咋又平摊了呢 对 其实学费的话 我们一直都是一起在 我问你话 你不是说你要给孩子攒钱 孩子大了上学要用钱吗 那你倒拿出来呀 拿了呀 拿了不是平摊的吗 你不该多拿点吗 哎呦 你真行呀 我们接着再往下听啊 然后小孩子四岁多嘛 就因为是女娃娃嘛 然后我就送他去学跳舞 他也比较喜欢 五岁多的时候 我征求了孩子的意见 我说你想不想学钢琴啊 还是什么的 他就同意了 他说我还是想去学 我就又给他报了个钢琴 学舞蹈的时候我就问他 我说孩子要学舞蹈 你得承担一点费用 学费你得承担一半 然后他就说 他说你有钱你给他报 那你就出钱呗 就是意思就是 我给他报的班就得我出钱 然后他完了他就不承担 然后学钢琴的时候 我就直接都不跟他说了 我就直接把报名费出了算了 他说的我不是特别认可 一个东西 因为不管报什么班 两个人夫妻之间 应该有一个沟通 他说你分钱也没出 咋可能 不可能啊 你比如说钢琴 那小孩子刚刚开始 还没有正式地学弹钢琴 那时候一个爱好 一个启蒙 可能我就买了个电子琴 这个电子琴现在家里面 还是轻的 那后面那个 因为要学嘛 我想可能还在一个 真的钢琴去弹 他有手感 然后那个也是 我去找了一个 卖销售钢琴的地方 跟带着他老婆一起去的 看了 然后拖了一个钢琴回来 放在家里面 钢琴的钱是谁出的 我好奇 我出的 买钢琴买成七千 我转了三千五给他 哎呀 我的妈呀 行 这不是孩子慢慢大了吗 嗯 花钱越来越多了吗 对 给吗 不给 还是就给学费 那他存了多少钱 你心里有数吗 不知道 那他一个月挣多少钱 你心里有数吗 不知道 不是 您钱呢 钱攒着呗 被以后可能有什么支出 大的支出的事 哎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这样 其实我们两个 平常的开销没有多少 他也没有开支 我也没什么开支 我们两个就是纯工资 可以这样讲 其实拿这些兴趣班也好 那些补习班也好 其实也没多少钱 说实话 没多少钱你出啊 但是因为我们之前 就一直是默契的 就是AA 我们两个就AA的 那你AA呀 你不出你也不AA 你站着说什么呢 因为AA的话 有些时候他不跟你商量 他什么东西都不跟你说 对呀 跟你商量没用啊 你不出钱呢 谁抱的谁交钱呢 但是他没有跟你商量 也没跟你说 哎 舞蹈跟你商量了 你AA了吗 AA了 后面也AA 后面也AA 舞蹈AA了吗 后面也AA 没有 没有 最近的一学期 就是我们吵得比较厉害的 这一学期他AA了 等于一直在公婆家生活是吧 为什么不独立搬出来呢 现在已经搬出来了 搬出来有三年了吧 但是吃还是跟公婆在一起吃 就住分开住了 分开住 为啥要分开住 因为两代人有些思维也好 有些习惯也好 可能有不同 所以难免有那种就是口头上的一些针子之类的 后面我爸就说干脆搬出去 我们不在一块了 就他们年轻人一起住 不是 你们搬到哪了 我们都在一个小区 其实也不远 那房子是谁的 房子是剩我爸的吧 我们那个不是商品房 我们是那个回迁房 但是我们一在一个小区嘛 可能日常的一些吃饭 还是在父母家 在孩子爷爷奶奶家一起吃 对 早上孩子如果上学的话 就是在我们这边把饭吃了 然后就公公帮我送去学校 放学以后公公再帮我接回来 然后我们就 我下了班就在公公那边去吃 他也在公公那边吃 因为其实这个 其实也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两个人 就是可能独立不了 包括一些生活习惯 或者有一些说 我们要独立的那种能力 就起不来 所以后面的话 我也就是 就是最近嘛 也是可能一年 我都没有去我爸那边吃饭 可能那边 可能我爸还会帮着买菜了些 但是我们自己做 就是现在我们自己做 我们自己做饭吃 做菜 你有工作吗 我先问我 因为去年离职之后 今年暂时没有走 你以前有工作吗 有工作 你到底攒了多少钱 方便说吗 也没多高 反正这个东西 因为就是个成都那边 那个平均水平 都是个普通的打工的 那可能会 你的钱是不是都给你爸妈了呀 没有 我爸妈不会要我一分钱 你有什么爱好吗 你是把那些钱都用去打游戏了吗 玩游戏 但是不会有充值那些 免费的 就是一些 那你生活里有开销吗 开销很少 没什么开销 我也不抽烟 不抽烟不喝酒 没有不良嗜好 没有 打游戏也不花钱 对 他就是 我帮你算一笔账啊 一个月按三千块钱工资算 有吧 有 至少吧 平均成都的标准 我们算到五千 可以吧 可以 一年是六万 十二年 是七十二万 有这么多吗 当你还有用吗 还有用 你有啥用 你都没有用吗 你没有任何用啊 你这钱我听来听去 用了两万块钱都没有 对吧 我刚才在脑袋一盘算 有没有 五十万有吧 反正小几十万应该是有吧 反正也工作这么多年了嘛 你一个月工资有五千吗 有 有 现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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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您现在涨了多少钱了 我基本上没有钱 他有小几十万 你没有钱 你为啥没有钱呢 我带孩子呀 你们在家里又不花钱 对不对 我要带 我要花呀 你花啥钱呀 我出去 我带孩子出去玩呀 给他买穿的买吃的 抱盆训 妈那些不要钱吗 上学我还 我还出一半呢 我哪儿不要钱呀 那现在带孩子出去 吃个饭呀那些 你带他出去玩 那九岁的孩子出去 哪儿都要 哪儿都要花钱 出去他说要吃个东西 你不可能不买吧 他要去玩 你不可能带他出去逛街吧 你逛街 他能逛多久啊 你总得找个东西 给他玩吧 是是是 找个东西给他玩 那你不花钱呀 肯定得花钱 对对对 多少 那他吃了用了 我也说不出来 你跟我说 听得明白吗 孩子花钱花到哪儿去了 我怎么背得出来呀 对他经常就在我耳边 别别人一直站住 我问你这段话 你听得明白吗 听得明白 啥意思啊 就说孩子经常跟他 那你觉得他是大手大脚吗 一个跟你收入相同的人 你存了小几十万 他一分钱都没存下 你觉得是你会过呢 还是他大手大脚 同样是在爸妈家吃饭 为什么你的钱存下 他没存下钱 回答我 这个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俩的工资 收入工资卡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都互相的那种 我也不知道 现在真的是多少钱工资 他存了多少钱 因为在我的理念里面 第一个 他们在爸妈家里面 一起生活 基本上家里面 所有开销 他不用我们承担 不是应该你们交钱 给爸妈的吗 我父母不需要 不需要 他相对是 相对是父辈的一个 就是无私的那种 好好好 然后我老婆那边 说实话 我对他的工资 我不关心 但是我觉得 你应该 这么多年 应该有一些积蓄 应该是有 所以那你觉得 他钱去哪了呢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父母家条件好吗 我们是农村的嘛 就是条件不好 我初中的时候 我爸出去打工了 大学的时候 我妈也出去打工了 然后就他们俩 都一直在外面打工 家里有兄弟姊妹吗 没有 就我一个 那你的父母的养老问题 谁来解决呢 肯定我解决呀 所以你是不是有很多钱 给到娘家来呀 我没有钱给我娘家呀 你心里是不是 就这么想的呀 因为这个东西 又牵涉到一个问题啊 因为后面有一年 他们家 每年 他记不清楚 因为我对这个时间 五年前吧 他说的是 五年前 但是就是他们家 突然就买了一套房子 我都不知道 那是我父母买的房子 房长这儿上 也是我父母的名字 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子 是因为 其实我还没有孩子的时候 我就给我妈提过 我说买个房子 然后可以 他们老了以后 可以在我的那个地方 落个角 然后我妈当时还不同意 她说老家有房子 干嘛要去买这个 不用买 然后我也就放弃了 毕竟是 毕竟我也没有钱嘛 那个房子名字写的谁的呀 我爸爸妈妈的 本来那也是 我爸爸妈妈出的钱 因为是在孩子 三岁多的时候 我妈妈提出来 要买那个房子的 我估计是在 我生孩子的时候 我妈就动了 要买房子的念头 你为什么 你生孩子的时候 你妈动了念头呢 过去都不想让你买 这个可能还是 就是因为 我们俩经常吵架吧 他就说 在家里白吃白喝白住啊 然后就叫我滚啊那些 就是说话特别气人 然后我妈可能就 决定要买房子 你为什么要说 他们家买房子的事 因为我觉得 他包括 刚刚说 最开始我们在结婚 要孩子的时候 当时他不是减了身体吗 那一个人跑到城中去 我都不知道 而且包括买房子 这个事情 他也是 我都是 他当时相对于是 这个房子需要出租 因为他们买来相对于是 拿来租给别人 然后的话 都是跟我说的是 他们单位的 某个领导的房子 需要我们去租 然后当时好像 需要我去帮个什么忙 然后我们一起去 然后最后 他妈妈来说 我说 这个是你们领导的 谁的房子 他妈妈最后来说 这是我们的房子 然后我猜 我都一直摸哪个零 我都不知道 不是出租给谁啊 租给租客嘛 就是那房子买了以后 我父母其实一天都没有租过 就一直出租出去了 那房子也是我在管理 房租也是我在收 我父母根本没管过 那个房子 那那房租去哪了 房租 房租就让我用了呗 补贴我了 我没有给他说 买房子的事情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就是我跟他说了 他肯定不会同意我买 就是他精神上 他不会支持我 经济上 他也不会支持我 可能给他说了 他还会说 现在房地产不景气了 你这个地段不好了 然后总会找各种理由 然后就会谈赛我 然后可能我这个房子 都买不成 所以当时我也生气嘛 那个房价比较高 程度还限购 然后我就一气之下 我就买了一个二手房 至少我有一个房子嘛 我就能想到 你知道有些 有些涉及到经济 或者有些 稍微重大的事情 你全部都是 把我排斥在外 我根本都完全不知道 我们都是AA这样 我父母买房子 可以不用给你商量吧 对啊 所以说我就有一个疑问了 既然我们吃住都在家里面 我们也没有什么大了开销 我们挣的工资就自己揣着 那为什么 你就说你没钱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挣的工资揣着 你孩子怎么办呀 现在把这个事梳理清楚了 那如果按男生的说法的话 就是女生有一部分钱 叫不知去向 对吧 她也工作了十多年了 而且我们两个 其实都是比较节俭 她也不大致大奖 我也不大致大奖 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的 一些价值观 特别在金钱这方面 其实我们两个是 其实大部分是相同的 我不知道她存了多少钱 她的钱什么支付 原来刚才不是说了吗 没存钱吗 你信吗 我不信 我真的不信 来 今天咱们破火兵 谁愿意先把自己的收入 爆出来 我有三万 一个月 总共现在所有的存款 全部一起 还不包括我妈 她们的租金补贴 总共一起有三万 你 我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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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最大的体会就是 我见识了一幕 人间的什么叫 占便宜没够 作为一个儿子 占父母的便宜 占得没修没少 没完没了 作为一个妻子 想多占一点婆家的便宜 没占上 也是恼羞成 我不需要占 他们家的便宜 客观 或者在你先生主观的心里面 他就认为 你占了他们家的便宜了 这不就是核心的焦点吗 你认为没有占便宜 别人认为你占了便宜了 这句话的原话是 吃住什么的 都是在我爸爸妈妈家 你那些钱花到哪里去了 是不是占我们家的便宜 这还用说吗 可能在她的心里 是这样 甚至还在想 我们结婚这些 你到底攒多少钱 你爸你妈 你套房子 是你爸你妈买的吗 花的钱 你跟我结婚了 这才七八年 六七年 你就攒了这么多钱 连房子都买得了 那你还吃着我家的 用着我家的 干什么呢 你们彼此对对方的防范 是有的 在经济上 这话我说的没错吧 你认不认 我认可 你认不认 对吧 这是彼此双方的 那么为什么一对夫妻 彼此双方在经济上 防范了十二年 还能过得下去 这个事就很奇怪了 这是我最好奇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都防了十二年了 那心得多累呀 你想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难免我的财产会漏底 对吧 难免我一个不小心 这个事就被对方知道了 你们俩不觉得难受吗 难受啊 我气得心脚痛啊 换而言之 就是这个婚姻 怎么还能持续十二年 我特别好奇 你们下面的日子 还想不想过 谁真想过 谁真的不想过 因为你们毕竟 还有个九岁的闺女吧 所以我希望一会儿 老师们 如果他们想向你们提问 我希望你们能 坦诚地去回答她 其他的没有 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 修比特的剑 伯公兄 在我眼里 夫妻已经结婚 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睡在一张床上了 还有AA字 这就如同两个陌生人 在饭馆吃饭拼桌是一样的 有些人认为夫妻AA字 是公平的 但他的本质是最不公平的 最有危害性的 你们两个人相互指责 你瞒我 你欺骗我 有些我不知情很正常 因为你们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生态 怎么可能双方不提防着呢 怎么可能我不瞒着你呢 就像买房子 哪怕是父母买的 他不告诉你 是因为 钱又不是你会来出的 我告诉你干嘛 如果他自己补贴点父母 那更不会告诉你了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信任 早就荡然无存了 真的 这十二年过下来了 该到头了 谢谢 珊娜老师 你有女儿是吧 对 好 你的女儿以后就嫁给一个 像你这样的男人 自己躺在手术台上 做一个手术 回家以后告诉自己的丈夫 我做了一个手术 丈夫说 我不出钱 你自己做你身上的手术 跟我没关系 请问 您这个当父亲的怎么想呢 因为这个事情 刚才已经说了 我就问 这个事情就发生在 你女儿的身上 请问你觉得 你女儿嫁的这个男人 算个老爷们吗 这个 这个 不应该 他也是一个女儿 你女儿 未来 要嫁的那个男人 大概率 就是按照自己父亲的模样 去找的 所以 你做好准备 送你女儿出嫁的时候 你就想象一下 他未来人生的婚姻之路 就是他现在这个样子 另外 夫妻双方就是镜子 他什么样 你什么样 同样的话送给你 如果你也希望你的女儿 未来走你这样的路 那你们就继续这样吧 你们都是为人父母 拜托你们给孩子积点得吧 好吗 谢谢陈大老师 陈大老师 那个你父亲母亲 他们名下那房 离你们家不远吧 对 离公共婆婆家不远吧 对 只隔了一个红绿灯 多一点的路 只隔了一个红绿灯 多一点 对 然后刚才你其实自己并不知道 你说这是我爸爸妈妈 名下的房 但你说着说着就变成了 所以我决定买个二手房 你自己意识到了吗 那是我的口头禅嘛 我习惯性说的 这就是你的口头禅 但为什么那个房子离你公婆 也就是你们现在那家不远 我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是因为我们那边 没有新的楼盘 只有旧的 而且我肯定要把父母 放在一个离我比较近的地方 我方便去照顾他们呀 而且那个地方离医院那些 门口也有吃的 上面都很方便 您有您的解答 我就是要确定一个不远 我就要确定这个 其实二位都做好准备了 二位已经在经济层面 做好准备了 往往夫妻两个人 真要是离婚了之后 看孩子这事吧 就好麻烦 最好呢 孩子离自己住的地方 也不会太远 然后呢 最好过个红绿灯 就能看一眼 这样方便吗 还有为什么那个房 一定要在父母名下 最终是自己决定 买个二手房 就是在离婚之后 那个房子 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去分割嘛 为什么我们的主持人 在现场问了你三遍 你攒了多少钱 你现场一个数不说 因为你现场 说出了一个数 即为判断依据 你怎么可以把 夫妻共同财产的 判断依据 也就是那个数字 当场说明白呢 所以你们二位 都在经济上 已经做好准备了 离心离德 只不过还抱有一丝期待嘛 毕竟孩子 慢慢长大了嘛 谢谢刘老师 米娜老师 其实我不知道 为啥老师们都这么着急 在我看来 你们两个人 不就是相同爱好的人 在干着同样的事 你们正快快乐乐地 过着你们的夫妻生活嘛 只不过你们 今天表现出来的是 我们好不开心啊 我们都这么在乎 对方有没有掏出 他兜里的钱给我们看 但事实上 你们一边说 给我看你兜的 一边把自己的兜 按得紧紧的 你们乐此不疲 你们都知道游戏规则 你们两个人 早就在里头 配合的你攻我手 你防我进攻 两个人默契无比 你们来折磨我们干嘛呀 一般来讲 就是像刚刚赵川老师 在问的说 这样的夫妻关系 怎么维系下来的 我们很好奇 但我就不好奇 你们是因为 没有别的选择了 你们才维系下来的 你眼前要是 有一个更好的人生 你自己离了 婚了以后 不但有房子 还能够独立养婚 你和孩子 并且将来还会有一对公婆 供你肯 能够帮你照顾孩子 还会有一个新的丈夫 每个月给你交工资 你走不走 没选择嘛 你也没选择啊 所以你们相互抱怨 严防死守 两个人都希望 从对方身上 还能找到一点点活路 一点点对于未来的期待 其实什么都没有 你们两个人的问题 不在于防对方 你们两个人的问题 都在于 只想从个儿大的 肉多的上头炫一块 都没有逼自己 好好想想 我说的对不对吧 然后你们自己 再去做出一个 最符合你们自个儿的决定 谢谢米娜老师 其实就是一个 不健康的婚姻关系 但你们这种婚姻关系 确实引起了 所有人的探知欲 做各自的推理 对不对的 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自己 怎么去看这段婚姻 想不想让她往前走 我们都不论婚姻 是不是状态好坏 首先你得让她健康吧 正常吧 这个婚姻不正常 你们没有构建起自己的家 你们夫妻之间 没有最基本的信任 问题的核心在这儿 要不要你们自己选 但是我特别希望 你们选择了 如果还想让这段婚姻 继续的话 请你们去调整 把那个失去的信任 至少找回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 192就要爱 真情60秒 我作为一个女人 我希望我能在精神上 经济上和生活上 都依赖你 但是这些好像都没有半刀 我希望以后 你能够在经济上 多付出一点 在女儿的教育上 多付出一点 给我一点安全感 其实我们两个人 从相识相爱 结婚这么多年 你对我来说的话 其实还是看到了很多的优点 虽然说我们经常争吵 或者为钱 或者为金钱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们还是有办法去解决 因为我们毕竟是成年 是一个亲自理智的一个人 这个东西 因为是随到我们的父母家 在一起吃住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延后了 实际上如果说我们独自生活的话 这个事情可能会提前暴露 所以说今天包括在场的嘉宾 不管是有什么意见 我这边都能虚心地接受 我觉得我们私下 可能也需要坦诚地把这些问题 因为都是产品留言 都是日常的东西 我们必须把真的要说清楚 那么可能对未来 这个婚姻的经营的话 可能再才能走了更远 更好远 因为我说实话 我不会说你每天抱怨我怎么样 我就对你很反感怎么样 其实我一直跟别人说 我说老婆还剩下很多优点 不是 你老婆确实是有很多优点 对 他从哪儿 你从哪儿能这么居高临下地 对老婆发表这一通啊 就像是领导在表彰员工似的 你 这不就是一个甲方和一个乙方吗 甲方跟乙方说话的时候 你不是作为一个丈夫说的 其实他说我抱怨 还是这么多年累积下来的 我并不是那么喜欢抱怨 如果你心甘情愿地做乙方 就心甘情愿地做吧 这个事里面 其实最该觉醒的应该是女生嘛 你不觉醒就算了 男生就继续这样吧 我也不知道他哪儿来的 那么多的优越感 谢谢两位 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通过静音乐APP 天津IPTV网络电视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收看本期节目内容 观看一下吧 包红秀 我依然认为这一段婚姻 不正常 不健康 不易继续 男出女不出 就继续混着吧 就他们俩应该还会出来的 我觉得女孩应该不会出来 就是怎么着 也得现场摆个姿态嘛 现场姿态不摆 回去更不成了 所以我估计女孩不会出来 但是你要说分开 我不太信 对 不会分开的 然后他们这个模式 还会坚持下去的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开门 来 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来 请亮灯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 谢谢